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誠 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世界本來是很和平的 幾年之前 但自從拜登上場以來 不斷聯盟歐洲列強 在世界製造新的霸權勢力 接著另一個霸權 俄羅斯和他們鬥 本來沒有戰爭 都變成了一場戰爭 而烏克蘭做了代理人 烏克蘭害到他們加散任亡 是妻離子散 這場戰爭 自從開始 之後由引至到 以色列和巴斯坦的戰爭 令世界忽然間 全球各國都牽連進去 可能爆發一場世界大戰 為何有些超強的國家 很喜歡找敵人 又要和敵人鬥爭 又又很喜歡賣軍火 賺錢 和借戰爭 造成軍火賣賣 賺大錢的做法 一旦有戰爭 外國 出了外國的美元 便可以留在自己的國家 有時都令人 可能想像 你這些利益 會造成 千萬人死亡的時期 你為何還會做呢 看到著名的歷史學家 修釋底德 希臘的修釋底德 說了一句 造成這些罪惡的原因 就是出於貪辱 和野心 所引起的 權力辱 我會再加多一點 就是 當一些強國 以為自己是 聰明的時期 就會產生一種 自我無限化 以為自己代表 最高真理 自己代表 最高正義的做法 以至到 將他自己認為的 要強迫其他國家接受 而其他國家不接受 就會用 軍事或經濟的制裁方式 來逼對方 才對方受到削弱 以為這樣可以 令自己的霸權 長存 而自我無限化的心態 形成了這些問題 這就是修飾底德 大家知道修飾底德陷阱 這個說法 因為修飾底德是一個歷史學家 他寫了一本 多個年代 希臘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叫做 帕羅賓尼撒戰爭 帕羅賓尼撒戰爭 基本上就是因為希臘的時期 雖然是一個半島 但是有很多的城邦 一個強的城邦 就是斯巴達 有很多聯盟 但是雅典也成為一個 新興的強的城邦勢力 用海上的霸權 軍艦的力量 搶奪了很多地方 成為一個富強的 幫國 而斯巴達 由於他是一個 寡頭制 集體統治 而他們的軍事訓練 是非常出色的 陸軍號 而雅典就是海軍號 雅典是所謂的民主制 不過民主制 只有少數人有民主 那些勞動階層 就是勞帝 沒有民主 所以不是一個平等的民主制 但是他在民主制 都會有時常討論 其中雅典 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 辯論很厲害的人 一個領袖 他說 雅典人不要被 帝國三國的敵人所誤 這三個敵人是甚麼呢 就是有憐憫的心 有同情 有仁愛 這是你的敵人 而且擔於討論 就是常常爭論問題 即是理性 爭論問題 這是第二個敵人 第三就是公正的精神 基於公義公正的追求 是你的敵人 你不要說公義 你不要說憐憫仁愛 你不要討論問題 你用強權 去征服他人 所以當時 雅典無端端走去 要征服一個島 米洛斯島 米洛斯島 是持守中立的 雅典說你中立不對的 你一定要幫我 你不想站在中間 米洛斯有幾千人 他希望 不要打他 你這樣打他沒有正義的 我都沒有得罪你 我又沒有跟你敵對 但是阿典的使者 就說 只有雙方勢軍力敵 才有得說正義 如果 一邊是強者 一邊弱者 強者就盡他能力 去刮取弱者 獻出的所有東西 米洛斯人說 你也妄視正義 尊重正義對你有利 如果不是 將來你打仗 你一被打敗的時候 無法訴諸正義 你有正義的原則 你將來打仗也有道理 但是 其實 阿典就這樣說 我們就是要 冒這個險 我目的就是要征服你 你最好就是投降 免得麻煩 不用打 投降是不是 成為奴隸 當然了 你成為奴隸 都比將來死亡 這樣也說得出 這個米洛斯人說 我們其實 中立跟你做朋友 享有和平 有什麼不好 阿典人說 不是 我不需要你的友誼 我不需要跟你做朋友 如果我和你好 就表示我們是弱的 如果你真恨顯出 我們強大 我們打你 我們就是強者 問題就是 你始終都會死掉 終歸 他攻打米洛斯 的確是殺了那裏的 男人 女人 和其他 小哥就做了奴隸 那阿典呢 他教人 強國 就要學習 不要說年敏人愛 不要說公正 不要理性討論 這三點 今天這個世界 那些強權國家 我真的覺得自從拜登上場以來 特朗普也是強權型 也是瘋瘋的 但是沒有要搞起 衝突 但是當這個 拜登上場 他去歐洲的時候 他說 沒有尼克會議 歐洲的 開會 歐盟 和七大工業國 北約 都是那批人 他就說 American is back 就是我回來了 因為特朗普撤出國際的霸權 我回來要有國際霸權 為了這樣 就 在 烏克蘭問題上 就造成一個 後來無端端的衝突 烏克蘭的衝突的來源 烏克蘭本來都是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他獨立 都成為一個 民主國家 但是 他有一個 平衡 去處理 因為他在西方 多些親西方 他是波蘭人 或者是 奧地利人多些 東面和中部 應該是親俄羅斯 他們本身是俄羅斯人 的同種 在這樣的平衡之下 他們兩邊的妥協 就能造成這個國家 不會無緣無故衝突 但結果 在2004年 西方 參與了一場 顏色革命 把親西方的 由先開選舉上失敗 但當時說 選舉舞弊 通過100多萬人的 群眾聚集的抗議 形成了 搶奪了政權 而根據 2004年 11月26日 The Guardian 即是 衛報的英國 報道了很詳細 美國在後面 在幾乎的 種種的 動亂當中 美國是有過 戰略 在後面 一個 Campaign 安排了這一切 即是有 美國的戰線 在後面 終於 通過群眾運動 迫到 再選的時候 群眾運動影響之下 由先科 就贏了 親美 但結果 他有造成 很壞的後果 因為他的統治 將 大部分的財政預算 派給平民 結果造成 通過膨脹 大家變成 一共二百 然後 再選 又是親俄的 阿里科維琪 就贏了 所以 阿里科維琪 親俄 美國又不公認 所以 到2014年 再來一次 大逆的 示威 通過群眾運動 政變式 去改變 烏克蘭的 政治 將他變成親美 這看見 美國有很多 你無緣無故 去搞別人的國家 做什麼呢 利用 滲透 利用 種種的 錢在後面 根據衛報的報導 有 USAID 國際開發處 民主協會 NID 民主基金會 NED 索羅斯的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這些參與 將2004年 改變 到 2014年 美國 John McCain 和 Christopher Murphy 這些議員 飛到廣場 支持 那些 反政府者 終於政變成功 但是結果 造成 東部的 鄧巴斯區的人 要求分裂 克里米亞 全體投票 要脫離 獨立 然後歸入俄羅斯 這就是成為後來的戰爭起源 這是一個這樣的背景 由此引起一場內戰 這個內戰 當時俄羅斯 和 歐洲 法國 等等 德國 在明斯坦 簽條約 不如這樣 不要打了 做個和平處理 承認 頓巴斯區 是一個高度自治的 烏克蘭地區 不要打了 結果 在這個 緩衝之計之下 北約背後支持了 當時的 烏克蘭政府 波羅辛科 建立了一隊強項的部隊 然後 突然 再發動內戰 引致俄斯坦路 受到威脅 在這些情況 北約部隊 不斷進行 那些 演習 大軍 想威脅俄羅斯 但是 2021年10月 俄羅斯 向北約 和美國提交一份 安全保障協議 希望 保證 不再向東擴張 這個 大小洋工的組織 以及 不部署 中程 和 短程的導彈 和禁止 烏克蘭 和蘇聯的 前加民共和國 加入北約 希望你不要再 製造一種 邊境的危機性 但是 結果 1月26日 2022年 1月26日 就不約 書面拒絕了 俄羅斯 希望 不再東擴 拒絕了 然後 中斃 到2月19日 2022年 習良司機 宣布 要退出 布達佩斯 的備忘協議 即是 放棄核子武器 的協議 願意 做核子武器 所以 然後 2月19日 同一天 俄羅斯 出兵 打這場仗 回想 回想起 這一種 完全可以避免這場戰爭 但是 北約各國 都有一種傲慢 特別是美國為主 特別是拜登領導的美國 他有一種傲慢 就是我所說 自我無限化 以為贏 正如 修飾抵得起 看到 米洛斯 那場仗 不公義性的記錄 當時 他都這樣說 到那個時候 惡意被尊為美德 在那個時候 欺詐 被稱為 機敏 魯莽 被稱為勇氣 忠誠 和溫和 慷慨 被視為軟弱 而高貴性格 最重要的品德 善意 已經被人恥笑 而達致消失 修飾抵得的 說法 完全準確的 描述當時 美國去 賈烏克蘭 希望烏克蘭削弱俄羅斯 甚至不怕發動戰爭 其實已經把惡當為美德 即是他強權就可以了 他需要理你 其他國家怎麽想 以及 欺詐 表示好事 其實他騙了俄羅斯 一早就騙俄羅斯 說不會東抗 在哥巴卓夫 就是這樣 魯莽 魯莽引起了一場戰爭 仍受到讚美 但結果 最後 如果恥笑真正的美善 就造成 和平的徹底破壞 在這個過程中 美國又不斷 中國為敵 在南海 在台海 製造很多事端 但是 中國 卻是 經濟開始走向 較弱 之後 又重建 在2024年 第一季 重新 有很大的增長 製造業的 採購經理指數 即 ISM 到 PMI 指數 升到 50.8 另外 非製造業的 商務指數 升到 53 可以說是相當好的發展 中國的復蘇 甚至是得到 美國一個獨立的研究中國機構 叫做中國學皮書 叫做 Tiler Beige Book 他的CEO 叫做Muller 特別說到 中國有一個 新的 飯式 New paradigm 而且 他不是用 大型刺激經濟活動 而是 用一個開放的 減少對外的限制 減債務的方式 是做一個健康而緩慢的 逐步的發展 即是說 以前是 增長快速的 因為他那時候窮 現在腐足之後 他用一個慢的 而小心 穩定的方法 去發展 所以中國經濟 並沒有崩潰 然後 習近平 突然約 美國CEO 見面 在中國的 高級論壇 叫做 持續發展的中國 很多商界領 來到 最後習近平 約商界CEO 本來很忙 每個人都 遇到很多約會 要走 但因為習近平 每個人都不走 去見 以及 可以向習近平 表達意見 而習近平特別 表達了一件事 中國發展 經過困難 才走到今天 並沒有因為 中國崩潰 倫而崩潰 也不會因為 中國 見頂倫而見頂 希望持續推動高質素的發展 持續推進現代化 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 表達中國更加開放 歡迎外商進來 要堅持互相尊重 互相互惠互利 平等協商 按照經濟規律 和自由市場 的規則辦事 大家在合作中 可以達致共贏 我講的說法 一直都很好 大家在彼此尊重的和平 合作 以達致共贏 就不是霸政去強迫 別人跟你一樣 大家 各有 自己的特色 互相尊重之下 達致和平 這才是世界能夠 和平的基本原則 對於是